侯友宜一早前往台中向上市場掃街拉票 展露親切笑容 跟攤商婆媽握手 侯友宜熟練的拿起民眾手機 按下快門合影 還有攤商臨時得知侯友宜來訪 趕緊準備蒜苗菜頭 綁上紅袋送賀祝福好彩頭 侯友宜高人氣似乎也反映在立委選情 根據民調網站無情真實的未來預測 預測2024年以總統得票率 退估立委總席次 國民黨渴望拿下56席 民進黨47席 藍營國會甚至有機會過半 藍營氣勢大增 下一步鎖定客家票倉 公布客家競選主打歌 紅友宜披上客家元素領金 象徵團結一心 侯康佩全台分進合集 趙少康回防雙北 一天五場站台服選 大陸認定台灣貿易壁壘 賴清德卻說國民黨不抗議 反而在合理化大陸施壓 趙少康全力反擊 導致民進黨跟中國大陸 一點都沒有能力做下來好好談 中國大陸很重要 我們確實賺他1600億美金 你今天贏了還贏了 你這個生意你是賺人家錢 那你還要口頭上講人家不合理 人家然後說這個不應該去合理化他們 那你這樣怎麼談呢 大陸因為民進黨執政 不想講這個勤奮了 想要遵循WTO的規範 然後好好的來理論 賴清德自己才是在合理化 民進黨自己的無理取鬧 藍營旋風還橫掃花蓮 有民眾為了看韓國瑜站台 竟然翻牆摔落哀哀叫 這麼高耶 連我們都不敢爬 你怎麼爬 所信民眾送醫後沒有大愛 只是說藍營在選戰最後關頭 人氣搶長棍 要凝聚支持者力拼政黨輪替 記者張宥慈王志涵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